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要统一台湾 要么用和平手段 要么用军事手段 但从他们的立场来看 统一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 在接受著名播客节目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采访时 马斯克再救台湾问题发生 11月10日 弗里德曼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对马斯克的专访 马斯克在谈及涉华问题时表示 中国的聪明人和勤奋者的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甚至比美国还多 他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历史文化印象深刻 马斯克认为 历史表明 中国对内部事务的关注远大于外部 因此不会对外入侵 他还强调 台湾尚未回归的唯一原因在于美国 但中国对台湾地区感情强烈 一定会统一台湾 专访中 主持人弗里德曼先是提到 如何避免中美爆发冲突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 马斯克在回答时谈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雷厄姆·埃里森提出的修西底德陷阱 马斯克回忆 他曾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 也和中方的领导见过很多次面 中国真正的聪明人 勤奋者的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认为 比这里多得多 它们有很多能量 他说 中国近年来的建筑比美国更令人印象深刻 火车站 建筑物 高铁所有的一切 真的比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令人印象更深 马斯克表示 从历史角度来看 中国一直聚焦于国内事务 极少数情况例外 中国人90%的思考都是关于内部的 中国的历史表明 中国并不是个过分好奇的国家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出去入侵一大堆国家 所以这很好 我的意思是 因为其他许多非常强大的国家 一直是很好奇的 接下来 马斯克谈到了台湾问题 中国对台湾地区的感情确实非常强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都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个立场 马斯克说 这就像美国的一个州没有统一一样 比如说夏威夷 但台湾比夏威夷要重要得多 何况夏威夷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 他补充道 在中国看来 台湾是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 但至今没有实现统一的唯一原因 就在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阻挠 弗里德曼接过话茬 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 他们明确表示将实现自己的利益 马斯克回答 是的 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要统一台湾 要么用和平手段 要么用军事手段 但从他们的立场来看 统一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 马斯克曾多次就台湾问题发生 2022年10月 他在接受英美金融时报专访时建议 中国大陆可以为台湾设置一个合理 且可行的特别行政区 他们可能会达成比香港更为宽松的协议 但他表示 这可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马斯克今年5月 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专访时 他直言 统一台湾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政策 外界无需对此做额外戒毒 而是要认真对待此事 9月 马斯克再次表示 尽管台湾地区一直试图推动其经济和政治所谓独立 但这个岛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还提到 在中国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上 是美国从中作梗 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努力进行阻牢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知识 民进党当局干当美西方反华势力棋子 美国以台制华干涉中国内政的真实面目 越来越被更多有识之士所看清